有些地方因為你會發現 錄製下來的東西 其實蠻多地方 就變成 固定了 比如說14-103 103如果變動的話 那豈不是你將來這個範圍會錯誤 這邊也是會有錯誤 所以 這個就將來可能需要把它當成一個變數了 那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可以再跨到另外就是 你要能夠做修改 那你必須要再學會所謂的 那裡面的相關規則 就是了解VBA的程式撰寫方法 那當然裡面需要 怎麼去寫 第一個 你要知道說 在VBA裡面 在這個VBA裡面第一個 如果你要產生對應的按鈕 它其實基本上 就必須要是一個 開頭叫SARC的東西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一個刮鬍 結束就EndSARC 反正它結構一定長這樣 這樣子的結構將來你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OK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們要如何撰寫這個程式 按部就班來看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我不用錄製的 我要自己寫 可是我要怎麼寫 那方法當然好幾種 所以第一個 我們 如果把這個模組部分的話 你可以 寫在下面 也繼續寫那個VBA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為了說把那個程式做區隔 所以我在這個模組上方按右鍵 請各位再插入一個模組好了 可以把它分開 你可以放一起 也可以分開 不過我覺得分開比較OK 比較不會混亂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 Module 2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我要寫的放這邊 至於那個名稱以後能不能改 其實可以啦 你可以把檢視裡面的那個 屬性視窗叫出來 它這個叫 Module 2嘛 如果你不想要叫 Module 2 你可以在這邊做修改 Enter就可以了 OK 目前我就不做修改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撰寫 一個 類似像剛剛的這樣功能 的 VBA 不是錄製的 是自己寫 那怎麼開始 第一個 一樣喔 我們 可以從上面插入 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就是 預設是Sub 我們只要給名稱就好 比如說 我如果要寫那個 自己寫的話 兩種方法 一個是 我把 像剛剛錄製劇是把公式放在儲存歌裡面 讓它自動執行 那一個是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我把我後面 三個欄位串接完再把結果丟到儲存歌裡面兩個方法 那我們先 講第一個方法 就類似像剛剛錄製劇集 但是我們自己寫 那怎麼寫 一 先產生一個 Sub 上面名稱我叫做什麼 叫做 取一個名稱好了 也許叫 我那個講義裡面是用門號 底線 underlight 名稱的話呢 符號裡面只能用underlight 底線喔 然後呢 也許我是要 輸入 在那個 出動格裡面輸入公式 OK 好 那我就門號 底線公式好了 就這個名稱 那底下的形態都不要改 我們用Sub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自動幫我產生什麼 一個public的Sub 名稱就是這一個 那其實特別注意這個public就是共用啦 要不要跟其他專案共用 不過目前這個有跟沒有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把它刪掉也不影響 OK 或者另外如果你不要用插入程序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乾脆打一個Sub 控義格 門號 其實你enter 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看各位習慣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寫什麼 其實接下來你要學第一個 在Excel 按個TAB 在那個Excel裡面最重要的 這個算是單位 應該叫儲存格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資料丟到哪個儲存格 所以你要學會一個儲存格物件 叫Sale 加S Sale就是 應該要細 不過他這邊叫儲存格 Sales就是這個 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一個集合 那你把他打一個牽掛物 Sale一定要加S 他會 問你 有沒有 這個粗體字 Raw就是哪一列 哪一列呢 這邊我要輸出的是第 四列 這一列 逗點 他問你第二個問題 那你要輸出到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欄 第四列的第 A B C D E 你就輸入5 後瓜糊 他就知道了 加個等號 後面加兩個雙癮號 意思是說我要輸入東西 雙癮號是一個文字 那不過先跟各位講一下 前面這個5 其實如果你將來呢 你要再去算喔 反而我覺得不方便 一般習慣你可以另外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打 一個文字 不過特別需要哪一欄你可以用這樣 你可以用1 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 假如說 假設比較前面的欄還好 1 5嘛 算得出來 如果 假設是 X是哪一欄 X A B C 算了 你剛才打X算了 2.3 23 我就不會去算那個啦 你就打X就好了啦 OK 我意思是這樣的 OK 如果你意思要打23 那也沒有問題 OK 因為他兩種模式都可以喔 OK 只是說一般 應該沒有習慣上我還是用這個方法比較簡單啦 OK 其實寫程式真的不要為難自己 最好是那個完全不要記得很直覺可以把它寫出來那個就是好方法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寫喔 都有道理的 我是直接告訴你我平常寫的習慣 那為什麼會這樣寫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記太多 我會告訴你就是 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OK 那等於後面喔 等於意思說我要把後面的東西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應該放什麼呢 假如說我今天放123的話 有沒有 你就執行他喔 假設儲標上面是執行嘛 你會發現123跑進來了 但是我今天喔 我如果希望類似像那個剛剛錄製劇集 我是把公式 直接先放進去 那所以我這邊其實可以在這裡面 可以先把剛剛這個公式怎麼樣 直接就複製 複製有沒有 複製有沒有 放在那個雙引號裡面 這個喔 然後你可以把 切到剛剛這個 這個工作表 然後你就把 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個 雙引號裡面 記得一定要前後要雙引號 表示他是一個文字串喔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輸出的公式 理論上他就會把這一串公式丟到他 結果也是一樣幫我顯示出來 但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把它移開會怎麼樣 他出現錯誤 那為什麼錯誤啊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 VBA裡面 已經用了雙引號 那你的公式裡面呢 又有雙引號 所以他會變成說 他搞不清楚說 到底那個你的雙引號 是VBA用的 還是公式裡面用的 所以為了要區隔這個 在你貼到這邊之前 請記得 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叫記事本好了 或者Word也可以 把它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它有個規則 如果你是公式裡面雙引號 你就變兩個就可以了 兩個雙引號 他就知道說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就不會跟外面的雙引號 變得混 混在一起 所以 你就直接貼到記事本裡面做什麼 編輯 取代 然後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全部取代 好 取代完之後呢 他就知道 這個將來你輸出 他就 他就知道這個是你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輸出之後一樣再幫你 轉成一個雙引號 OK 把它複製起來 也就是多一個步驟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試一下 其實這樣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我把它直接執行到 執行 我的習慣還縮小他 放在旁邊 這樣按執行 有不要放在這個 SAC裡面 按執行 你會發現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出現 不過這個結果為什麼 不太 一樣呢 看一下 是不是手藝的 F2 G2 09 單調上面兩列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4才對 這個是 老車也好特別之外 這樣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公式貼上的話 這邊可能再把它改一下 就把這個 這幾個 通通改成4 好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run一下 這個時候呢 就OK了 但是呢 問題來了 那我現在只有丟一個啊 那我要丟下一個怎麼辦呢 那你直覺想說 有個方法複製他對不對 然後呢 把他怎麼樣呢 Enter一行 Tobi貼上 然後做什麼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5 對不對 然後底下這邊呢 也把它改成5 來執行看看 5就出來有沒有出來有出來 那如果後面呢 那豈不是 要一直貼貼貼貼到103 當然不是要你這樣做啦 不過待會 輸出一個之後 後面就寫回圈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這邊需要 多學習 學會一個叫4 4的回圈 跟他講說 裡面那個 列 的那個數字 我就增加一個變數 那你幫我改變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重點我們回顧一下 1 熟悉這個環境之後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另外獨立出來 2的話呢 打開這個模組之後 在這上面加個Sub 也許叫 門號底線公式 然後 就是 先打個Sales 哪一列哪一欄 等於 這一串喔 先打雙引號 雙引號就空置串 然後呢 把 剛剛的公式喔 記得先貼到 記事本裡面 取代成雙引號 再把它貼過來 不過貼過來記得啦 因為我們剛好有刪掉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列 就是刪掉上面兩列 所以這個數字好像應該是4 所以改一下 好那做完之後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何讓它可以 增加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底下的全部資料 一起喝成就一次就完成 OK 試一下喔